大家好,我是老P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主題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尋陰數的起源 你們知道第一個訓練老陰的人是誰嗎? 第一隻被馴服的陰種又是為何呢? 第二個就是如果你們想跟老P一樣 是休閒式放飛的路線的人 在訓練的過程之中 你的陰寶不小心去捕獲到獵物的時候 應該如何正確的處理 今天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這兩個主題的內容吧 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開始了 尋陰究竟起源何時何地? 說真的沒有一個正確的書面資料 網路資料可以給出一個正確答案 老P在翻找資料的過程中 找到兩個比較能說服大眾的一個說法 第一個就是陪葬品 在古代的一些遺址、墓穴中 有找到一些有關陰烈文化的陪葬品 像是畫作、雕像、陶瓷、用具等等之類的 但是這不足以證明是陰烈文化的起源 因為這只是足以證明那時候的時間跟地點 曾經有人參與過這一項文化運動的人 那究竟起源何地呢? 第二個說法我覺得比較可以說服大家 那就是古代的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在以前是全球最重要的貿易路線 很有可能當時人們為了通過文化、貿易的手法 將其巡音跟音樂的文化傳統而散播到全世界各個角落 所以時間推演至今你們會發現 其實在各個國家巡音的技巧其實都大同小異 但是最最不一樣的是文化這兩個字 文化的形式更包含了傳統服裝、食物、歌曲、舞蹈等等之類的 那時間推演至今 巡音這項活動已經融入了大家的生活當中 甚至有人做為娛樂活動甚至環境保育這個地方 而且因為巡音的這項文化運動更是激發了很多很多藝術創造的可能性 以現在的書籍、手稿、詩歌甚至硬幣跟郵票徽章上面 那講到文化呢? 比較知名的國家有哪一些呢? 像是沙烏地阿拉伯他們甚至有有準的追擊比賽 在歐美還有巡音、英烈的表演節目甚至聚會等等 那在亞洲國家有哪一些呢? 除了台灣之外還有日本、泰國、越南甚至內蒙古的金雕姐 而金雕姐會不會大家廣為認知呢? 應該是在2016年的女英烈人這一部紀錄片中 這一部紀錄片打破了過往 將巡音這項技巧傳男不傳女的觀念 讓紀錄片中的女英烈人在金雕姐的比賽中 斬肉頭角獲得了第一名 那如果各位對這種各國的英烈文化有相當感興趣的話呢 記得在底下留言告訴老K 我會再有機會跟大家再說明一下其他各國文化的不同 那講到這裡 台灣到底有沒有屬於自己的英烈文化呢? 說真的,並沒有明顯屬於台灣自己的英烈文化 因為台灣的動保醫師團隊太過強大了 即便我們在戶外做正常的訓練 為使他們時常使用的小雞 也常常被路人引來側目的關注 這也就是為甚麼台灣 在英烈文化之中無法盛行的原因之一 而且台灣卡在了更多更多的法令條文上面 即使本質上用鷹帶去打獵這一項動作 本來就是不合法的存在 所以越來越多人才會走向休閒式的放飛 可以避免引來更多的爭議 好,講到這邊 那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的英保在戶外不小心捕捉到獵物的話 到底應該怎麼正確的處理吧 好,現在我要教大家 就是我們休閒式放飛 如果在過程之中 老英不小心去抓捕到一些動物的話 我們到底應該怎麼處理才是正確的 那等一下我就拿小寶來示範給你們看 那我剛好有個玩具老鼠 可以做一個示範教材 好嗎? 那你們準備看接下來的畫面吧 好,那我們等一下拿玩具老鼠示範 因為這個過程只有一下下 所以當它在捕捉的過程 攝影機會過來捕捉 看到底要怎麼處理 好,準備好了嗎? 當它不小心捕捉到的時候 我不是去換的 我們的手套有沒有 去蓋住它所有的獵物 去蓋住它 完完全全的去蓋住它 讓它看不到 看不到之後呢 它的腳一定會想上來佔手套 有沒有 它的腳已經 你們就跟它耗就對了 它的腳一定會想上來佔手套 因為它 它想要抓嘛 它想要吃 那它在看不到的情況下 它的爪子一定會上來 然後這時候你們的右手 今天不管它抓到什麼 右手一定要去抓住這個獵物 去抓住好這個獵物 隨時準備做抽掉的動作 好,抽掉了 有沒有,它看不到了 然後再把它架起來 OK嗎? 各位會處理了嘛 因為這個東西是壞習慣 所以我不能去示範太多次 去變相去增加它的烈性 所以你們今天如果在野外去做 不是野外啦 戶外去做休閒室的訓練啊 幹嘛的 它在制服的獵物的過程 就會這樣子去處理 不是去做換惡 換惡是因為你給它獎勵 做這個動作是對的 你才去換惡 那今天我們沒有要從事 營烈這個活動 沒有要從事營烈這個運動 那當然我們就不用去做到換惡的動作 可能會覺得說 那換 就是抽掉之後接下來要怎麼辦 就是結束了今天一整天的訓練 這個動作是不對的 那在這過程發生這件事情 就結束掉這個訓練 今天的訓練就結束 然後就直接回家 就不用在那個地方做太多的逗留 然後隔天再去同一個地方繼續做訓練 千萬不要因為說 他在那邊有開裂過啊 裂補過啊 然後你們就 懼怕再去那個地方 就是一樣的 重複那個地方一直去 讓他知道這個動作的行為是不對的 久而久之 他對陰烈這個動作 當然就不會那麼的明顯 那當然不能說完全消失 因為這個動作 畢竟是他們的天性本能 你看從以前到現在 我都沒有 訓練過他們的創裂 可是看到這個東西 他們還是會衝 這就是他們的本能 怎麼處理才是正確的 今天就這樣告訴你們吧 OK嗎? 就分享到這邊 好 分享到這邊 其實 巡鷹術這項無憑的文化遺產 儘管在全世界 有關巡鷹的地方條件跟傳統千差萬倍 但是台灣是亞洲少數有開放巡鷹的國家 我們是不是能更有所作為 其實不少團隊跟團體 除了透過合法的農集 來做生態教育 甚至土地友善生態防止之下 讓更多人認識我們手上的老鷹 也希望台灣 在未來可以發展出屬自己的巡鷹文化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有什麼疑問跟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老K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